由開發聖騎士英雄國度的 Hi-Rex Studios 最新推出的《聖騎士皇家領域》 與其他大逃殺遊戲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多了職業與技能的系統 戰士、工程師、刺客、法師以及獵人等五種職業 各有不同的技能以及專屬武器 一開始玩家要在飛空艇上選擇降落的地點 等降落後一樣要四處搜刮物資 比較特別的是玩家可以將不需要的物品分解 然後再到地圖中的打鐵鋪 將碎片組合製作成各種裝備 而且移動時還可以召喚馬匹來騎乘 讓你在地圖中能夠快速移動 萬一在戰鬥中被擊倒的話也不要緊張 這時候玩家會變成一隻小雞 好好躲過30 秒沒被殺死的話 就能夠變回人形重返戰場囉 和其他需要不斷隱匿的遊戲比起來 盛騎士皇家領域 更強調獵人頭強化裝備的重要性 喜歡與人互相傷害的衝動派玩家 這就是最適合你的吃雞遊戲啦